剪辣機 剪辣了 有空就做回去 其實看一個師傅 多不多工作 看他的工具便知道 如果工具 漏漏漏漏 脫皮脫骨 又不肯去做 這位師傅通常都忙到脫肺 很多工作 但如果這位師傅的工具 是很企利的 肯定他大把時間 保養和維修 這位師傅應該沒什麼工作 這麼空閒 收拾乾的工具 這樣 看上次 扁骨會爛 膠布最不好 鍊完後會黏黏黏 電線如果傷了 做事的地方會濕濕 入水後便會電 電傷自己 就是這位置 這位置在這裡 咬得多 膠布就斷了 那時候做的事沒有時間 現在 現在有空無事便 弄它 沒什麼位置讓你搏滑 這位置 先煎了 這麼奇怪 這位是啡藍 為何這位會變成啡綠 變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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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是伸完後面的意思 先煎緊 不然一會兒又被人將軍 變成色 這樣便好看 這顆的 要套上去上面 過了廟才行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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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遙控就是這條桿 這條桿負責按一個粒滴 倒兩個接點 看看開關正常 開關正常 這條桿負責 放一條桿負責 就這樣了 套進去 套進去螺絲位 收回螺絲 就是這麼簡單 就完成了 不怕這裡濕水 電傷自己 試一試 一分好自然 就垂下了 垂下了 很快會關掉這個按鈕 但那條桿負責 下面 你拿出來之前 那隻碟都不知道 放在哪裏 還有一件事還未說 就是這些Cut機 這個檔 原廠是有一半的 即是180度 但通常師傅為了做事方面 整個檔拆掉 拆掉 我絕對不建議 但如果說180度的檔 你裝在這裏 就整天可以自己做事 因為有時你腳高位 有時你腳低位 另外180度的檔 是遷就不到的 那我就 兩面取捨 戒細一點 高位做好事 低位做好事 這樣 就留下一點點給自己 起碼一隻手指 推我來拿著 就擋住 不會讓它戒手指 那我以前做地盤 就用過一隻叫做 大有牌的 鋁電Cut機 它是5吋的 5吋的 它的檔都是180度的 但它有勒輪 可以轉的 那這隻檔 我見過這麼多隻Cut機之中 是最棒的 它雖然有180度 它雖然是180度 但你可以轉到不同的位置 可以隨時令得的 辣辣辣辣辣辣的 那這隻Cut機 我覺得是最好用的 但是現在 又見不到 可能要去新年里街 找找 還有 你不要看我孤孤害寒 我買Cut碟 是絕對不省的 這隻馬牌的Cut碟 就8元一隻 有些地方賣8元 有些地方賣9元 已經是最貴的 因為用這些Cut碟 如果你不買漂亮一點 一爆起來 彈到自己 就真的很嚴重 還有這些 是較為危險的工具 新手來說 都不建議你們用的 在這麼多工具之中 是最危險的 這隻